藕断丝连 听成语故事 习古人智慧 幽兔笑谈成语篇 第170集 示意 别藕断了 藕丝仍相连 比喻表面关系断绝 实际仍有牵连 多指男女间情谊味觉 语本 唐 孟娇 去副诗 典元 唐 孟娇 去副诗 俱全唐诗 卷三七四 孟娇尹 君心侠中境 一破不复权 妾歇偶中思 虽断有牵连 安之玉轮氏 今日翻回原 一女是一夫 安可在一天 君听去赫言 挨挨七思弦 注解 藕连得地下精 白色 肥大有结 中间有管状的孔 可食 典故说明 藕是一种常见可食的植物 它是连得根状精 横生在水底的泥土中 肥大有结 中空有孔 因为切开来 中间有细丝相连 常被用来比喻两者表面断绝关系 实际上却仍有牵连 唐代诗人孟娇的去副诗中 描写弃腹内心的惆怅与哀怨 前四句 君心狭中静 一破不复权 窃歇偶中思 虽断有牵连 意思是说 夫君的心有如镜子 破了就难以复原 而自己的心有如藕丝 藕虽然断了 但丝仍相连 诗里用狭静与藕丝做对比 表示狼心如铁 及自己的不舍 后来 藕断丝连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理喻没有完全断绝关系 用法说明 一 这段藕断丝连的恋情 最后死灰复燃 有情人得成眷属 二 他们虽然分手 但藕断丝连 似乎仍有联系 三 你和那群孙友要赶快一刀两断 别再藕断丝连了 四 既然已经决定分手 那就不要藕断丝连 牵扯不清 五 那对夫妻虽然已经离婚 仍然藕断丝连 时有往来 藕断丝连 比喻没有完全断绝关系 恭喜 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洗古人智慧 优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